我还没出生家里就来了个疯婆子 手里拿着两个鸡蛋声称要换我妈肚子里的我 还说要是不同意母子必定难产暴毙 此话一出我爸当场气得活帽三丈 操起一旁的扫帚就将那疯婆子打了出去 心想辛苦了几年才怀上的孩子 岂是用鸡蛋说换就换的 可没成想那疯婆子刚走 我妈的肚子就开始传来剧痛 再加上早产一连折腾了两天都生不下来 见状我爸只好请来我姑奶 我姑奶是附近有名的白家仙堂弟嘛 在东北五仙之中 白家仙堂最是擅长七皇就职之术 因此谁家有人遇上疑难杂症都会请姑奶出山 等姑奶进屋看了我妈后连忙问道 今天家里有没有发生什么怪事 我爸思索片刻后 连忙将那疯婆子来家里的事说了出来 文言姑奶一拍大腿赶忙说道 这就对了 你们见到的那疯婆子 其实是来找替身的血虎鬼 所谓血虎鬼就是传说中的产鬼 是因难产而死的妇女阴魂所化 因为浑身血无怨其身中入不了幽冥轮回 必须抓到替身才能重新投胎转世 在民间一直流传 血虎鬼的嘴里能吐出血儿 在抓替身的时候 会将血儿伸进孕妇肚子里缠住胎儿 导致胎儿不能顺利降生 最后利用难产活活把孕妇和胎儿一起耗死 从而给自己替命 此话一出家中所有人都面露难色 说罢姑奶就从神龛上的香炉里抓了一把香灰 撒到礼物门板上是一大火透过门缝往里看 只见我妈肚子上有一条筷子粗细的烟红肉线 一头连接着我妈的肚脐一头连接着房檐 随着内线的抽动 我妈躺在床上哀嚎不已 听着一声声的惨叫我爸又惊又挤 连忙问道 老姑这可怎么办 你可千万要救我媳妇啊 说着姑奶就让我爸爸家里的所有雨伞都找出来 分发给邻居们然后低声嘱咐 淋过雨的伞上沾染了雷起 最适刻这种血虎鬼吐出的血儿红丝 等会儿我进去把血虎鬼引开 你们撑伞照住孕妇 说完这些姑奶突然拿起一旁的剪刀 朝着我妈肚子上的血儿剪去 只见咔嚓一声那血儿断成两截 眨眼间化成一股黑气飘散 紧接着屋顶上传来一阵凄厉的肩猴 我爸见状赶忙跳到炕上撑开伞将我妈罩住 一旁的姑奶连忙将断开的线抓住往下一扯 突然间房顶上啪啪坐下 一团黑影凭空摔在了屋内 我爸见其连忙大喊 就是他 他就是今天来我们家的疯婆子 被认出来的疯婆子见事情败露 赶忙面部猙獰的从地上爬起 猛的将红线拽了回来 呲牙咧嘴的说道 死老太婆竟敢坏我好事 阻止我抓替身投胎 那就全都给他陪葬吧 说罢那血狐鬼就伸出鬼爪向姑奶冲来 似乎想将他当场开膛破肚 但姑奶丝毫不慌 只是轻浮了下袖口 下一秒就飞出数十根银针 扑头盖脸射向扑近的血狐鬼 瞬间原本刚刚还扬言要杀了姑奶的血狐鬼 此刻竟被那些银针钉在了身后的墙上 浑身如被火烙的黑气直冒 还发出阵阵圣人的凄厉哀嚎 见状姑奶就对着墙上的血狐鬼说道 我这十八枚未先银针是白仙所赐 既能治病救人也能驱邪客鬼 在我老婆子面前撒野血能你还不够格 随着姑奶手指一勾 那血狐鬼嚎叫得越发凄厉 身上黑气肆意飘散 最后只留下一地灰烬 可虽然血狐鬼被姑奶收拾了 但我妈被厉鬼折腾了大半天 早已筋疲力竭意识也陷入模糊 姑奶走到康边让我爸爸散收了 看了看我妈的情况皱起眉头 羊水已经破了 看来这孩子必须得生下来 不然怕是真会一失两命 我爸听了这话担心的咽了口唾沫 民间自古有句俗话叫七活八不活 必死是早产的婴儿 七个月时出生或许还能养活 但八个月时出生反倒容易夭折 见状我爸一咬牙 老姑先保住大人 至于孩子 能不能养活就看看天意吧 姑奶奶点点头 立马在我妈周身各处学位试真 并吩咐产婆做好节省准备 就在我妈被扎了几针后 精神果然重新振作起来 十多分钟之后 我终于顺利脱离母体降生人士 然而我出生后 愣是闭眼明嘴一声都没哭出来 姑奶对着我前胸后背一阵拍打 也无济于事 我妈见状哭得死去活来 连我爸那铁打的汉子都红了眼眶 就在产婆准备告知众人我是死胎时 姑奶抹了把鼻子开口 我老婆子不能眼睁睁 看着老徐家这点香火熄灭 我有个办法虚的试一试 但能不能活就全凭孩子自己造化 说爸就对着我爸嘱咐道 你先用一块毛毯将孩子包起来 再放入纸箱中埋入院子的正中央 接着按照北斗七星的排列 在周围点上油灯了 等到灯油耗尽便可知这孩子能否活过来 我爸听到还有一线生机 便立马按姑奶吩咐地照做了起来 而姑奶口中的办法 是指萨满教中的周天星罗补原增寿术 这法子是道教续命七星灯 和南派风水术中重生机的结合 虽然这法术极其厉害 但成功的几率也是微乎其微 眼下姑奶也没几分把握 全当是死马做活马医 等一切准备就绪后 姑奶手持清香席地而作 嘴里念念有词不停的摇晃脑袋 请客之间院子里雾气缭绕 一个身穿白衣的女子走到院子的门口 见状姑奶连忙跪下磕头 弟子供应堂上白仙姑 请仙姑助弟子一臂之力 白仙姑目光灼灼看着伏地的姑奶 你想好了没有 这天星诫命成功几率微乎其微 而且无论成败你都得折损十年阳寿 但姑奶语气坚决 老婆子不能眼睁睁看着娘家香火断绝 请仙姑念在老婆子几十年来 班肝子略有苦肉 请您帮我这回 白仙姑叹了口气 既然你心意已决 那我便成全你 只见白仙姑手指一挥 在油灯蜡烛即将燃尽的时候 姑奶突然惊呼 是北斗 北斗七星动起来了 没等众人反应 夜空中的北斗七星射出几缕淡淡的荧光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朝我家院子里冲来 突然间院子里电闪为名烟尘弥漫 随着烟尘散尽后 一声声音而响亮的啼哭从地底下响起 我爸激动的亮亮呛呛跑到纸箱边 将我从里面抱出来撵开嘴边哭边笑 而姑奶一下子苍老了许多嘴里还大口喘的粗气 见状院门口的白仙姑一脸震惊 真是天意啊 这周天星罗补原增寿之术 能有一颗星宿感应已经是难于登天 这孩子竟然能同时得到北斗七星的星纲照应 真是是所罕见 说到这里白仙姑似乎想起什么 点色突然大变 难不成这孩子是因为那件事应急而生 我得赶紧回去问问各堂的老祖宗 话语间白仙姑身影一闪瞬间消失不见 经过那一晚我的小命算是保住了 姑奶说我是北斗七星照命 于是就给我取名徐北斗 就在我们家办满月酒那天晚上 老爸遵照姑奶的吩咐 在后院设下香案板上三声酒里感谢上仙 就在姑奶准备点上香烛要开始祭祀先家的时候 天空突然下起雨来 把姑奶刚点燃的香烛全浇灭了 见此姑奶沉默不语 眯着眼睛看着被浇灭的香烛鼻子轻轻抽动 似乎在嗅闻什么 片刻后姑奶突然脸色一沉 急促地朝我爸妈低喊道 有不干净的东西朝这边过来 你们俩快带着孩子回屋 没我老婆子的吩咐不许出来 没一会儿黑暗的云雾中 似乎有人在谈话哄笑 还夹杂着野兽式的堤吼 有种说不上来的鬼秘 见状姑奶独自一人冒雨 助力在院子里顽固四周 哪里来的孽障 藏头鹿尾算什么本事 话音刚落咒语就突然转小 紧接着院子周围不断有黑影飘动 突然间亮起无数忧虑的光点 没一会儿一只狼欢就从黑暗中走了出来 率先从墙头上跳进院子里 只见他落地后喷的一个屁 竟然变成了一个瘦头人形的东西 歪着头神情音质地盯着姑奶 死老太婆 识相的话就赶快把那个孩子交出来 要不然你们全家今天都得死 见状姑奶冷哼一声 原来是一帮成不了气候的野兴 你们不躲在山里苦休 大半夜跑到人类的屯子里 就是为了一个刚满约的婴儿 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 这婴儿七星照命福原身后 对我们这些野兴来说可是大补之物 不但能增加修为契约 说不定还能助我们避开天雷结束呢 此言一出黑暗中的影子 全都聚集在院门口 嘴里不断发出贪婪的吼叫 姑奶老眼一瞪目赤道 你们这些畜生竟敢用婴儿当不平 就不怕五大仙堂找你们算账吗 闻言那狼欢恶狠狠地盯着姑奶说 死老太婆 少拿五大仙堂压咱们 就你家仙堂上那几只臭刺猬 老子还不放在眼里 姑奶听到这野种侮辱白仙按捺不住怒火 甩手就朝他射出一枚未先银针 狼欢见状赶紧一歪脑袋躲避 但上了年纪的姑奶终究是慢了一步 银针贴着狼欢的耳朵飞了过去 见状那狼欢扭头大喊 老不死的 我看你真是活腻了 大伙一起上把那孩子给我抢出来 院门外的那些野兽听到命令 如潮水般朝着屋子里涌去 我爸在屋子里闻声赶忙将门窗锁紧抱着我躲到墙角 面对那些野兽凶猛的攻势 姑奶摸出剩下的十七枚银针 可她刚准备要动手 那狼欢突然猛扑而来 狠狠抓向姑奶奶咽喉 可姑奶毕竟是六七十岁的老人 动作迟缓根本避让不开 眼瞅着就要命丧当场之际 远处一声怒喝响起 好大的狗胆竟敢伤我躺下地马 随着话音落下 领头的狼欢就被扇飞出去 只见一个白衣女人站在姑奶身边 正是姑奶堂上供奉的白家仙姑 此时她脸上充满煞气力声道 马上带着你手下这帮畜生给我滚 晚了你们今天就都得死在这 白仙姑你吓唬谁呢 你们白仙可只擅长医术 我们要是一拥而上 你未必能讨到便宜 是吗 那你觉得我们几个够不够 紧接着一阵夜风吹进院子 显现出几道人影 来的人正是胡四老爷为首的 其他四位仙家 见此场景的狼欢 吓得差点跪了下来 几位上仙都是我有眼无珠 凝几位就把我当个屁放了 我立马滚蛋 说爸便准备带着一众小弟 连忙窜回树林 站在一旁的柳家长期夜见状 突然开口 刚才让你走你不肯走 现在可由不得你了 你们这些山中不入流的土狗子 也敢叫嚣了 说爸就化成了一只巨蟒 张开血盆大口向前冲去 没绊住香的功夫 刚刚还被那些野兽围得 水泄不通的院子 瞬间被一扫而空 只剩下那只跪在地上求饶的狼欢 各位大仙发发慈悲 饶了我这条狗命吧 而胡四老爷并不想领这份情 现在知道错了 刚才的狂妄劲儿呢 就你这种不入流的臭虫 说吧谁在你背后缩拾你的 你要不老实交代 我动动手指你这些年道横就灰飞烟灭了 狼欢文言一瞬间脸色苍白 神情越发恐惧 我确实是受人指派 但我不能说出他的身份 他的手段太厉害了 说出来我也活不成 各位大仙就高抬贵手 见问不出什么 胡四老爷便伸手捏爆了狼欢的腰单 眨眼之间就化作一片灰烬 见状长期也眯起了眼睛 胡四哥 这是不简单啊 这土狗背后究竟是什么人 竟然让他怕成这样 胡四老爷思考片刻后眉头紧皱说道 还能有谁 徐家这孩子七星照命 怕是和那个真仙会有关 突然胡四老爷转过身来对着姑奶笑道 今天我们五大仙堂到你们徐家 是想看看这天当之命的孩子 文言姑奶立马把五位仙家请进屋里 让我爸妈将我抱出来 我爸听说是传说中的仙家现身 收拾了那些下山的野兽赶紧下跪道谢 见状胡四老爷连忙扶起我爸 并结果正在墙堡中安睡的我 你家这孩子可是七星照命 说不定将来五大仙堂还得感谢他们 此言一出就连姑奶奶也是一头雾水 但胡四老爷也不隐瞒 直接开门见山说道 这孩子是应急而生 或许是上天派来拯救苍生的 据胡四老爷所说 东三省近几年不太平各地妖异之时贫乏 在五大仙堂四处追查下 发现所有的一切都跟一个叫做真仙会的邪道有关 但这真仙会极为神秘 五大仙堂一直想要将其彻底挖出来 可惜始终摸不到门径 只知道会守外号叫做无量老祖 九顶铁杀山的黑妈妈曾不过挂 说这真仙会将是东北生灵的一场劫难 是五大仙堂处理不了的 只有有新秀应急而生的孩子 才能带领正道对抗邪恶 文言一旁的白仙姑借过话说道 那天这孩子眼瞅着就夭折了 但最后竟然能感应新秀之力 获得七星钢气应兆 我心想他或许就是那个应急而生之人 于是我马上向五大仙堂汇报情况 几位太爷太奶连夜推翻新途果然分毫不差 所以五家仙堂派我们来看看这孩子 这孩子既然是应急而生 必定被真仙会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果不其然一来就撞上屠狗抢孩子 文言姑奶好一会才回过神来 那照仙家这样说来 北斗这孩子将来成长之路上必定危机四伏 我这老婆子恐怕也难以护他周全啊 胡四老爷点点头说道 所以我们几家老祖都商量好了 为了保护这孩子平安长大 我们五大仙堂要开一个仙令 共同为这孩子种下灵根 姑奶奶文言瞬间一正随即便归谢过众仙家 因为这种灵根是指仙堂的老祖 直接在人类弟子神魂中打下印记 将来遇到事情当堂所有仙家都能感应而至 不需要进行请乡之类的仪式 更何况还是五大仙堂共同种下灵根 随即姑奶找来剪刀剪下我头上的胎法 分给几位仙家让他们把头发带回去交给各族老祖 从而施法在我神魂中种下灵根 结果头发后的胡四老爷交代姑奶 别担心 从今天开始五大仙堂会派人驻守在这个囤子附近 看护你们老徐家 果不其然从那天开始 我家再也没有被惊喜鬼怪骚扰 直到十岁那年姑奶病逝后的冬天 我和我爸上山砍柴时 遇到了只五彩大公鸡 被他引到了一座简陋的木屋前 就在我即将抓到他的瞬间 他突然砰的一声化作一阵烟雾 消失在了我眼前 随即我便昏了过去 等我再次睁眼时 只见我被藤蔓牢牢捆在木板上 眼前正站着一个满脸麻子的老头 你这小子细皮嫩肉的一定很好吃 说吧就拿起刀笑着朝我走来 就在他即将下刀的时候 房门突然砰的一声巨响 紧接着房门就被破开 门口站着一个小女孩 只见他上前两步说道 死老头 不在山里好好待着 居然跑出来吃小孩 老头见状脸上露出贪婪又甚人的笑语 我还寻思一个小子不够吃的 居然又送上门来一个丫头 说吧老头就朝小丫头步步逼去 而那小丫头非但不怕 还掏出一张皇服说道 山鹰叶又聚钢火 不想被炸成烟花就自己滚 可这老头也不示弱 小玩意儿 我山叶叉可不是被唬大的 就在那老头一把掐向小丫头时 他突然抬起手 瞬间将那皇服燃烧推向老头 只见那老头也跟着燃烧了起来 躺在地上不停地叫喊 见状那女孩连忙将绑住我的藤蔓解开 跑下山去 等回到家后山中燃起了大火 我爸将我骂了一顿后 便和村子里的人去谬火 我躺在床上很快便睡了过去 但没过多久耳边 就传来了一阵高跟鞋的声音 随即在我床边停了下来 不断叫喊着我的名字 徐北斗 徐北斗 想到在民间流传着一个俗话 先叫鞋碎名鞋碎现原形 鞋碎喊人名人当替死鬼 我连忙捂住了嘴巴 生怕自己在迷迷糊糊中印了鞋碎 就在此时门口处不断传来敲门声 北斗 北斗快开门 是我妈的声音 但我清楚地记得 她和我爸一起走的 怎么会自己回来 我很笃定门外面的声音 一定不是我妈 随着时间流逝 门外的声音越来越大 紧接着爆发了一阵淒厉的吼叫 我盖在身上的被子越来越重 突然间我大喊着跑出了门 只见一个脸色惨白的女人 就站在我家院子中央 见到我后她嘴里嘶吼着 你杀了我丈夫 我要杀了你报仇 说着就向我冲来 可就在她即将触碰到我的时候 院子里一阵阴风吹鼓 接着一道红光闪过 眨眼的功夫 那白衣女人竟消失得无影无踪 只留下地上零碎的纸灰 我看了眼地上的碎纸 竟和晚上木屋 那个小女孩用的一模一样 等到我爸回来后 我连忙把我撞鬼的事告诉了她 闻言我爸又惊又怕 北斗 你明天去一趟姑奶家 看看她有没有给你留下什么东西 我答应之后躺在床上 想到那个奇怪神秘的丫头 怎么也无法入睡 我便起身偷偷再次 独自前往深山 怀着对那个女孩超能力的猜想 我压下恐惧 再次走到那一片废墟的木屋前 但周围弥漫着一股奇怪的臭味 还有些极小的交谈声 就在我准备朝着那声音追去时 那女孩突然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你怎么又来了 见状我心里窃喜连忙开口 终于找到你了 你果然在这 晚上的是谢谢你 而女孩眼里透露着冷傲 是我姥姥叫我来帮你的 所以帮你是我的分内侍 我叫胡小白 是胡仙堂胡三的小孙女 而且这鬼名叫陈甫 她有个妻子叫江英也是鬼 我是来拿他们腰单的 至于就你纯属偶然 话音刚落周围 就再次刮过一阵阴风 那阵腐臭的味道 渐渐浓烈了起来 紧接着一阵女人 凄厉笑声突然从四面八方传来 就在我愣神之际 胡小蛮突然拉起 我就往山林的更深处跑去 可没跑几步 我心里越发的不安 我们好像跑错方向了 这也太危险了 我们还是回村吧 而胡小蛮不甘心空手 而归边跑边说 你要是害怕你就赶紧回去 我就是冲着这腰单来的 等胡小蛮话音刚落 那女人空鸣的声音再次响起 还我相公命来 还我相公命来 纹身胡小蛮连忙随身 掏出几张黄符 就在她正要以两指画符时 那黄符竟在她手中 突然烧了起来 燃出的火光是诡异的绿色 见状胡小蛮慌张地 抖掉手里燃烧的黄符 继续拉着我向前跑 随着周围的雾越来越浓 胡小蛮突然站住了脚步 这周围的雾越来越大了 再往前跑就是悬崖了 你要是害怕就把眼睛闭上 那东西应该快来了 就在我思考能为她做些什么的时候 突然一张鲜红的人脸 从我们面前一闪过 母夜叉赶紧出来 只见胡小蛮忽然大吼了一声 赶忙掏出一张黄符 并在她一阵乱七八糟的咒语下爆燃 紧接着那黄符的灰烬 都朝一个方向飞去 果然没一会 那个母夜叉就缓缓出现在不远处 见自己被发现 那母夜叉突然怒吼一声 抬起手就向胡小蛮抡去 眼看胡小蛮就要被母夜叉打到 情急之下我一把扑向那母夜叉将它撞开 但我这么一撞也彻底激怒了母夜叉 只见它快速从地上爬起 伸出手狠狠地抓着我的脖子 就在我挣扎的时候 我仿佛听到我爸叫喊我的声音 就在我感觉迎来希望准备大喊之时 胡小蛮连忙对我喊道 别回答 这是这东西在叫替死鬼 闻言我连忙将即将要出口的话憋了回去 但那母夜叉的力道越来越大 渐渐地我失去了意识 等我再次睁眼的时候 我正身处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空间 我颤抖着呼喊着胡小蛮 但周围依然一片寂静 正在我向前走时 手腕再次被抓住 别动 我们被困在这了 我一下子就认出了胡小蛮的声音 心中不由地多了一丝欣喜 他紧接着说道 那个 不好意思 我的符传用完了 我在你口袋找到你姑奶给你的护身符 这个母夜叉把那个沉浮的腰单吞了 我打不过他 只能用你这护身符画地为牢就这么耗着 接下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了 如果没人来发现我们的话 估计就 听完我没有再问什么 只能感觉到周围不断有阴风吹过 还伴随着江音一阵阵凄厉的吼叫 不知道过了多久胡小蛮突然开口 你一会儿听我的 我让你跑你就马上下山千万别回头 没过一会四周的漆黑突然消失 被星红的火光替代 快跑 听到胡小蛮的大吼 我疯了一般把腿就往山下跑 想跑 你们今天都必须死在这里陪葬 一瞬间母夜叉的声音响撤整个森林 但我一路上迟迟不见胡小蛮的声音 再三犹豫下我还是回头了 只见他跑在我的不远处手上拿着一把木剑 而他身后的江音突然抬手推了一把 一瞬间胡小蛮整个踉枪扑倒在地上 江音腾空一跃朝着他扑去 只听一声惨叫胡小蛮的木剑刺穿了母夜叉的身体 剑撞我连忙回身向他们跑去 捡起一块石头疯狂地凿着倒地的江音 突然江音扭动着身体 将我甩飞出去接着缓缓站立起来 被压在身下的胡小蛮也顺势走到了一旁 掏出一张残缺的黄服 嘴里碎碎念了几句大喊的声 江音 受死 便头也不回地冲了过去 但江音身体被剑刺穿的位置 突然散落出一只只带着绿色黏液的胡 剑撞胡小蛮一个急杀对着我大喊 快跑 这时又吃 被他碰到会被活活吞噬 他肯定是猜到我要夺他腰单所以自爆 就在奔跑的途中我不经意地回头 只看见那密密麻麻的绿色 正以极快的速度向我们蔓延过来 而江音像是融化了一般 化作了一滩绿色的黏液融入进了这些幼痴之中 见状胡小蛮连忙从口袋里抓出一把白粉撒向空中 就在我们即将被淹没的瞬间 那白粉像一堵无形的墙 隔绝了那些幼痴的追赶 紧接着一声爆炸 那些幼痴就被凝固在原地尽数向后退去 这才惊险地捡回一条命 等我到家后 我爸对着我就是一顿臭骂和拳打脚踢 突然一旁的胡小蛮偷笑了两声开口 我叫胡小蛮是胡仙堂胡三太爷的孙女 你儿子在山里差点叫山叶差给吃了 打得好他体质容易招邪碎 你们得看紧点 我爸闻颜仙堂连忙开口 是我姑姑认识的那个胡家仙堂吗 见胡小蛮点了点头 我爸连忙磕头谢过还准备一桌饭菜招待 但刚进屋没多久门外就传来车的鸣笛声 随即下来的几个男人接走了胡小蛮 在他走后我才发现地上的几滴血迹 心里不由地生起一身愧疚 在之后的几年里我也没见过他 直到我十八那年他才再次出现 跟他一起出现在我家门口的还有一个中年男人 名叫胡云九 但夸张的是刚成年的胡小蛮 竟然是胡云九的姑姑 没等我回过神 胡云九就对着我爸开口 北斗已经长大了 当年保住他的命费了很大功夫 现在是他回报的时候 我这次过来是要带北斗回碧云山 面见太爷和个堂家住的 见胡云九要带我走 我爸满脸的不舍 他这些年在村里过得好好的 啥事都没出我怕万一他离开村里回 没等我爸说完胡云九便郑重地打断了我爸的话 请你们放心 我们胡仙堂会保护好北斗的 而且多可是躲不过命中注定的劫难 是时候该去面对了 文言我爸一证 您这是啥意思 是北斗会有危险吗 当然危险是肯定有的 但我们也会保护好北斗的 即便我爸还想说什么 但胡云九并没有带着商量的武器 毕竟当年的救命之恩摆在那只好认命 突然一旁的胡小蛮脸色严肃了起来 这几年村子里有发生过什么怪事吗 我思考片刻后嗡了一声接过话茬 我好像听我爸说过 我们村委的那个光棍 一夜之间出现在几百公里外的山里 被人发现警察送回来的时候 已经变成傻子了还整日抓虫子吃了 但是回来没过几天就死在了雪地里 身上还奇臭无比几乎蔓延了半个村子 一旁文言的胡小蛮一脸淡定的开口 身上奇臭无比那应该是南派的藤树 那光棍应该是当晚就死了 只是看起来还没死而已 所谓的藤树就是南方的一大邪术 被下藤树的人身躯内将不断孵化出藤卵 以骨髓血液为食物 等他将人体内的血液内脏吃枯后 就会操控宿主尸体找下一个宿主 突然胡小蛮嘴角微微一勾接着说 幸好东北的冬天了 南派的藤受不了 没熬过冬天就冻死了 不然你们村也要糟腾过境 我吞了吞口水又好奇地追问道 那南派的藤影为什么会出现在我们村 胡小蛮突然神情凝重了起来 在你们村的后山有座鞋坟 八年前我找妖丹是意外发现的 但那会我发现鞋坟的时候 它并没有被镇压得很紧 只要不理会坟主人一般都不会有事 我想你姑奶应该知道那些坟的存在 他都没去理会所以我就更管不着了 我正打算接着问试 胡云九突然开口 好了 和你爸妈告个别该上路了 一阵不舍后我坐上了他们的车 刚一上车胡小蛮嘴角就勾了起来 没一会我们就到了一片森林里 但我一下车才发现这是我们村后山的附近 见状我连忙开口问道 这不是我们村附近的后山吗 文言胡小蛮淡淡淡地说道 我们先去那座鞋坟看看 接着就让我抹上臭烘烘的湿油 这湿油虽然臭但能防止疼入体 万一那坟里还有长年的疼 这湿臭能给它赶跑了 走了一会后我就闻到了一股奇怪的腐味 顺着这臭味我们来到一棵树前 可奇怪的是 这树边明明什么都没有 但就是能听见奇怪的速速声 像是周围有很多蛇在爬一样 突然胡小蛮自言自语了起来 这树成经了还会挪窝 八年前的这里没有这棵树的 就在此时我看见这树上赫然插着一只招魂帆 还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大 我下意识地后退了两步说道 胡小蛮要不我们走吧 但胡小蛮见状甩了一张黄服出去 在黄服触碰到招魂帆的时候 那招魂帆竟化作了一个白衣女鬼 我与你无冤无仇 为何要不辞辛苦来讨扰我 文言胡小蛮眼神里多了几分狠命 先堂堂归 凡是害命斜碎之之除之 害我命的怎么不见你们去除 你们不出只好我自己动手了 但这些已经不重要了 说吧就准备向我冲来 就在我呆愣之际 胡小蛮已经拿着木剑向那女鬼冲去 但那个女鬼速度极快不断地瞬移 胡小蛮接连刺空后再次掏出了张黄服 既然如此我就先炸了你的坟 随着一张黄服飞向大树 熊熊烈火燃烧了起来 但好像那女鬼和这大树融为一体似的 也跪在地上发出阵阵凶狠的哀嚎 那光棍死了活该 糟蹋了我还不够还要害我的命 你们今天杀不死我 我就让你们死 说吧胡小蛮便一剑刺穿了她的身体 化作了一具白骨 剑撞我拿出了姑奶给我留下的阴阳镜 在原地绕了几圈存下了女人的三魂 胡小蛮见我神神叨叨轻烈地说道 你是不是中邪了 要不给你化到镜身符吧 我连忙解释 这是我不奶给我留下的东西 在怨鬼死后拿着镜子 收下她的一部分魂魄 将来只要找到她的出生地 便能化解她的怨气重新转世轮回 胡小蛮见除了这邪碎便连忙叫我回去赶路 我点了点头走在她的身后 很快十个小时过去我们到了碧云山脚下 但一下车胡小蛮就独自往山下走去 见我一连疑惑胡云九回答我 她这是要去祭拜她的父母 她和你情况不一样 你出生时差点没活过来 而她是也先出生 刚落地就嗑死了父母 话语间胡小蛮回来的脸色多了些轻弱 就在我们准备上山市不远处突然走来了的男人 哟 这就是你姥姥常念叨的气心力 我看着和普通人没什么差别吧 就这种货色也配得五大仙堂的灵根 胡小蛮闻言立刻搏了回去 长子奇你很闲吗 没事就赶紧滚 说吧就向上走去 但这长子奇咽不下这口气 就挡在我们身前 遇到仙堂的人招呼也不打 谁教的你这么没教养 此言一出激怒了胡小蛮 她连忙掏出黄斧甩了出去 长子奇见是连忙拍掉飞来的黄斧 但吃痛的感觉瞬间激怒了她 我见状连忙上前劝甲 但此时的长子奇眼神里 却透露着一股狐狸般的脚下 没等我回过神 她身后就出现了一个幻影 极快地向我冲来 她嘴里大吼着 我天姿卓月站立超群 我才是能够化解硬天之人 你算什么东西 话音刚落我就被那虚影甩下了悬崖 下至的过程中 我脑海中掠过无数后悔和恐惧 就在我以为我即将死无全尸的时候 身后就听见扑通一声 瞬间被一片红潭吞沫 就在我浮出水面时一股恶臭扑鼻而来 紧接着岸边就出现了一只 哭似娃娃鱼的怪物 紧接着我脑海中不断翻越着 姑奶给我留下的鸣鸣 才记起来这是传说中的尼腰 而我之所以没摔死 是因为我掉进了尼腰的卧打 就在我以为这岸边的尼腰要冲向我时 它竟瞬间消失了 见状我拔腿就跑 可没跑两步那尼腰就是用尾巴给了我一记猛扫 我瞬间被拍飞了出去 我连滚带爬地贴着牙壁站了起来 然而面对已经曾经不知多少年岁的尼腰 我心底已然渐渐升起了绝望 可可可 尼腰步步紧逼而来 还不停发出这样的声音 眼看着尼腰越来越近我内心心如死灰 就在我等死之际头顶突然传来一阵大和 哟 碧云山谷竟有巨妖 我下意识睁开眼抬头望向自己的头顶 长子齐脸上带着兴奋的笑容和胡小蛮接踵而至 就在此时尼腰竟站立了起来 漆黑的影子完全压盖住我 抬起粗壮的爪子准备送我一个痛快 在她爪子即将触碰到我的时候 突然响起一声爆炸 只见一张张黄符在尼腰爪心炸开 蹦裂出短暂的冷蓝电光 剑状胡小蛮愣了一下 她的雷动符就连石头都能劈开 怎么现在对尼腰丝毫不起作用 就跟哑炮了似的 尼腰剑状看向胡小蛮和长子齐 喉咙里发出阵阵低吼 大胆妖孽竟敢在碧云山下献行 受死吧 只见长子齐从背后抽出一把长剑向尼腰的眼珠刺去 但没等她起跳身体就像是被什么东西拽住停了下来 剑状她再次向尼腰冲去 强劲的爆发力让她瞬间冲到尼腰身边 紧接着她举起手猛的砍下 可没想到的事件在触碰到尼腰的腿势 净断成了两劫 这情况让长子齐始料未及 她脸上刚来的急流露出一丝慌张 那尼腰便赏了她一记铁杀拳 打得长子齐嘴里喷出一口老血 而我早已趁他们打斗时悄悄溜到了一个山洞洞口 我朝里努力亏看 但是因为太黑什么也看不清 只能闻到周围一股腥臭的气味 出于担心我不自觉地看向胡小蛮 只见他们此时不断和尼腰周旋出招 但怎么都上不到她分毫 而尼腰不像是在招架二人 仿佛像是在玩弄努力挑战她的两人 意识到自己不是这尼腰对手的两人 也是选择暂时回避躲到了洞中 但胡小蛮不死心 飞快地在手中写着符纸 但那符纸仿佛失笑了一半 只是闪了一下火光就灭了 就在我们准备网洞里一探究竟是 洞口随着一声巨响被呼上了一层厚厚的黏念 见他们的能力都被压制我瞬间明白 自古阴阳双生有阳壁有阴 而这阳气全都聚集在山顶的仙桃 那这必然就是阴气聚集之地 而他们的能力也被这周围环境所克制 想把身后就传来阵阵稀疏摩擦的声响 只见身后的洞穴内密密麻麻地出现许多红色的眼睛 嘴里还发出酷似尼腰的咳咳声 就在我愣神之际 胡小蛮脸上露出未曾见过的惊慌嘴里大喊着 北斗 快跑 这是泥妖的幼崽 见状我连忙点燃了手中的火柴 但没成想这些幼泥仿佛很害怕般的向后退 他们身上滴下来的粘液竟然加剧了火焰的燃烧 于是我感冒说道 我想到办法了 胡小蛮平静地看向我问道 什么办法 这碧云山谷的四周的气息应该是形成了合围的走势 再加上鹦鹉盖顶 导致这里阴气止入不出 所以你们的能耐被压制根本拿泥妖没办法 这周围的粘液应该是幼泥的食物 同时也能燃烧 我们现在当务之急是找到出口 或者是将那洞口的粘液给烧了 但最好是烧开那薄膜壁 因为你们的东西在这都派不上用场 粘液刚好可以用来当武器 文言胡小蛮点了点头同意了我的意见 接着我询问道 小蛮 你的皇服能不能给我一张 胡小蛮短暂迟疑然后点点头 从包里摸出一张递给我 这里阳气无几米要皇服做什么 我顿了顿有点不好意思的回答道 我姑奶的书里记载了元光树我想试试 镜子挂在牙壁上能映照镜前的环境 而元光树镜能映照过去 可以知道这里曾经都经历过什么 照了有什么用 长子其貌似听懂吗 但不明白我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我挠了挠后脑勺说道 老话说咬处有事怕处有鬼 这里这么阴嗖嗖的 我猜会不会除了尼腰之外 还有什么旁的东西在里面 如果这洞里有其他的东西 说不定能帮上我们 此言一出胡小蛮看着我的双眸都睁大了些 一副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我 随后我将一块白布挂在了洞壁上 将黄符摆在白布的中间 接着我嘴里呢喃着姑奶留下的咒语 雄伦光辉全盈不亏 玄景瞪彻神胸起飞 就在我念了九遍元光咒九遍牵引状 正要念请激咒时 面前的黄符正在慢慢变黑 黄符的中间出现了一个黑色的圈 紧接着背后就传来阴嗖嗖的感觉 就在我转头的瞬间 身边出现了狗脸人生的东西 下一秒狗脸老玉瞬间消失在我视线内 而我下意识抬头 狗脸老玉已然悬于空中 并以俯冲的姿态朝我猛然坠来 我即刻抬手挡住自己的脸和眼睛 一时间反应不过来该怎么招架 突然长紫气冲向那狗头老玉扭打在一起 一旁惊讶的胡小蛮突然说道 果然不止泥腰还有只狗腰 看身形这狗腰曾经得有一百多年了 是夺了死人的尸身 才慢慢修炼化形的狗腰 应该是老玉受终时 狗腰趁机脱魂四肌蜻蜓 修炼了这么久才把狗头给修炼出来 见他们打得难舍难分 我吞了吞口水说道 看来这里的阴气 也会压制这狗头老玉 或许拴起来能给咱们当狗用 不宜会这狗头老太太被打得喘不上气 严盲说道 我给你们带路你们别打我了 文言我们点了点头跟在狗头老玉身后 但没走一会我隐约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 我赶忙轻生和胡想瞒说道 我感觉有点奇怪 给我一张黄符 我刚才圆光三世只试了前两世 倾机树秘咒还没念这老玉就出现了 有可能不是我的圆光树叫来的 而是他原本就一直在看着我们 但话音未落周围的火光忽然被一阵阴风吹灭 突然一道刺耳尖锐的凝笑突兀传来 紧接着恶狠狠地盯着我们 吃了一百多年的鱼 今儿终于能换换口味了 见状我连忙再次点燃火把 但这狗头老玉似乎很害怕火势的 根本不敢看向有光的地方 见状我连忙点燃了这个狗头老态 火烧带来的疼痛让他发出无比凄惨的叫声 下意识地把腿就跑 于是我连忙喊道 快跟上狗老玉着火了 我们跟着他肯定能找到出路 没一会我们就跟着他 跑到了一个清澈的水潭前 胡想瞒见状赶忙说道 我们现在什么数据都派不上用场 万一再遇到什么怕事真要葬身在此 还是赶紧走吧 就在我们起身准备离开的时候 周围的一片寂静被四面八方传来的狗飞声打破 紧接着四周窜出数只黑狗 个个顶着血红的眼睛凶狠地吼叫着 随着水里的那只狗头老玉大叫一声 这些黑狗尽数向我们扑揽 见状长子齐和胡小蛮下意识拔出长剑向前挥去 可奇怪的是 那些被砍伤的狗尽像是感觉不到疼痛一样 甚至被砍断了双腿 还能爬起来继续向前冲 我这才明白这些狗和那狗头老玉都是亡灵之躯 想到姑奶的笔记本里说过 亡灵之躯只能用火可以烧毁 我连忙大喊一声 快往洞里跑 就扭头冲回山洞捡起火把 而那亡灵狗群像疯了一般跟着我们冲向洞内 见状我连忙将它们点燃 它们虽然没有痛绝 但非常害怕火的光亮 全都发出凄厉的惨叫四处乱撞 那些还没冲进来的狗群见洞内火光四起 纷纷向后退去 就在此时我看见洞口边闪过一个人影 紧接着洞内的火就熄灭了 就在我向四周摸索的时候 突然一张惨白的老脸出现在我面前 而这突如其来的人脸下的我瘫坐在了地上 突然间我的手被死死抓住 快起来赶紧跑 听到是长子棋的声音我悬着的心才放下来 等跑了几步确认没有旁人后我低声说道 小蛮 我刚刚趁机把请机皱念完了 不知道那张白脸是不是 胡小蛮一脸不解地问道 你所说的请机是什么意思 是请邪碎吗 应该不是 请机一般会请来不正不邪的野半仙 我只是在书里看过 说野半仙不会害人 但实际上是怎么样我也不知道 你意思是刚才跟着我们的那个老奶奶视野半仙 是你请机请来的 我吞了吞口水谨慎地回答道 萨满巫术是很邪恶的存在 很久以前的萨满巫师 为了不让邪恶巫术祸害人 所以将萨满巫师几乎都允绝了 同时定了个不成文的规矩 防止还有巫师使用萨满邪术 据说使邪术的会与被施者连接 就比如狗头老狱 有人帮他用了萨满邪术 那么这个巫师将不死不休地 与狗头老狱捆绑 永世不生不死的存在 除非这个巫师将老狱除掉 文言就在胡小满准备开口说什么的时候 身后突然传来那老奶奶空灵的声音 你们出不去了 等我们回过头去 只见那老奶奶阴森森地看着我们 但好像并没有伤害我们的意思 见状胡小满小心地问道 你就是萨满巫师吗 老奶奶边说边向我们走来 我不是巫师那个人才是 当年他作为邪恶巫师被驱赶出足逃窜到此 为了练就不坏身躯不断夺人魂魄 所以变成那副不伦不类的模样 而我是猎物人被困在这一百年了 文言长子齐一脸震惊 被困在这一百年 那我们怎么出去啊 出不去的 这里是极鹰之地 我在这里挣扎了近百年 才勉强有一丝似有若无的假扬身躯 在这洞穴里无论朝哪走都是朝夕 那奶奶 您是听到了请经历咒才现身的 胡小满脸上露出一丝疑惑 而老奶奶依然是一脸镇定 若有若无的嗡了一声继续说道 太久没有见过人了 还以为是那只狗屋又有所突破 没想到是意外迷失谷底洞穴的人 竟还是仙堂的后人 听完后胡小满沉思片刻开口 既然如此呢 说明还是有法可施的 虽然仙堂的术是被压制了 但那狗屋的还能使用 而您一出现 那亡灵狗和狗屋就躲避您说明 您也身怀秘术 文言老奶奶很平和地点了点头说道 亡灵狗生来就怕我 而那狗屋怕被活毁了不坏身躯 我确实有法子能试试 但是需要你们帮忙 你们可知道追魂术 我在我姑奶的书里见过 传说追魂术是以八卦五行的规律 追踪无破游荡的被夺破着 从而找到夺魂的邪碎 并将之彻底灭杀 迎脸其留存凡尘继续祸害人 您的意思是狗头老狱就属于这种邪碎 它现在就是破身被火烧坏了 正处于离破状态 我们用追魂术追踪离破的邪魂 或许能找到出口 是这样吗 文言老奶奶接着说道 需要先用圆光树显行 再去寻找有一丝入羊之戏的地方 找到之后用牵引蜜咒 能形成无形的连结 追魂术沿着连结追踪能快速追上邪魂 胡小蛮听闻圆光树便递给我一张符纸 等我再次念完咒语后 那符纸呼得一声微微浮起 紧接着自然了起来 燃烧过后的灰烟都朝着一个方向飘去 见状我心中一喜竟然真的成功了 就在我们顺着烟跟着走时 突然一股陌生邪碎的味道扑面而来 我心中顿时一惊 不好 我们中计了 奶奶快用追魂术 突然眼前闪过一团绿色的火焰 长子奇的脸色瞬间惨白眼神也渐渐呆滞起来 明显是被邪碎夺魂的症状 见此我开口大喊 奶奶 狗屋在耍我们 她根本没打算出山夺魄 而是正在夺我同伴的魄 见状奶奶跑了回来喊道 躲开 闻声我抬眼看向她 可奇怪的是她的脸也变成了绿色 一时间我分不清眼前的状况 长子奇是被狗腰夺破了 老奶奶脸为什么变绿 猝不及房间 胡小男一指黄浮快速掠过我面前 并继续朝前方灵力飞去 目标直指脸阴森发绿的老奶奶 可就在黄浮即将触碰到老奶奶的心口时 却像一张废纸飘飘摇摇地向下滑落 老奶奶也并不躲避 只垂眸看了一眼那黄浮 便昂起脸来阴森森地盯着我和胡小男 突然间那老奶奶目光头向长子奇 紧接着嘴里像在念咒语般嘟囔的什么 随后她便两眼一翻白 身躯像突然没了骨头似的跌摔在地 片刻过后我才回过神来 奶奶这是用了追魂术帮我们去追魂 一时间我为刚才新生的怀疑感到愧疚 而此时的长子奇就定定地站在原地不动 脸上的血色渐渐消失 见此情形胡小男再次掏出一张符咒 嘴里不停地念着咒语 紧接着大喊一声 别道骑行赋鹰敲锋 因为只见黄浮的周围散发着金光 最后化作两个光点 飞进了长子奇和那老奶奶的身体 见我不解胡小男解释道 我用符封了他们的二度阴脉 以免他们趁机被阴气侵蚀回不来 话音刚落长子奇扑的一声瘫软在地 与此同时旁边离魂脱破的老奶奶 突兀的鲁鱼打挺式地弹坐起身子 一睁开眼就是剧烈的咳嗽 见状我匆匆上前问道 奶奶您没事吧 但老奶奶没在开枪搭理我 只是坐在地上平静地运着气 没过一回 地旁倒地的长子奇哆嗦了一下站了起来 闭脸猛逼地问道 刚刚发生什么了我咋睡着了 等胡小蛮一番解释后 长子奇脸上多了一丝须惊 就在我们交谈之际 奶奶突然恢复了原先的气色 起身指着我说道 你小子快跟我走 姑娘你和那黄小子在原地等着 闻言胡小蛮担心再出什么幺蛾子赶忙反驳 不行不能分开走 这里太容易迷路了 一旦分开可能就没办法再会合 奶奶您要做什么 我们一起更好帮忙 而奶奶只是冷冷扫了一眼说道 你们派不上用场还拖后腿 狗屋现在处于离魂状态 我将徐家小子的牵引帘结栓在狗屋的魂上了 赶紧用原光束能追踪 要快 再莫及他就跑了 说罢就转身准备向前走去 但为了保证我的安全胡小蛮还是坚持不分开 但就在我再次对着黄服施展原光束时 看到我对着牙壁念念有词 老奶奶对我摇了摇头 黄服能奏效是因黄服纯阳 而这里巨音行不通的 文言我焦虑地说了声 可是我们什么能用的都没有了 老奶奶短暂沉默后 从自己怀里摸出一块粗灰布来并递给我 别弄坏了 见奶奶眼里满是不舍 似乎这块布对它非常重要 所以我没打算用这块布 因为原光束要用到火这不肯定就烧美了 于是我心头一动 拿着灰布嘴里念念有词这心当秘种 随即自我出生就一直照命着我的北斗心肛 由我的当阳学丝举举飘出 见状老奶奶的脸上充满差异 小子你竟然是北斗七星照明 难怪周深总透露着招惹阴邪的音序 你这辈子的平坦路算是已经走完了 文言我也挺诧异的 只是释放些心刚用意施展原光束 就被触谋面的老奶奶看破了命格 我再次默念原光束秘咒 泛白的火焰随着秘咒凭空燃起 并于灰布所擦拭过的地方缓缓聚落 直至原形成的刹那 一抹影子快速从园内行进而过 这是原光束显了狗屋途经此处时留下的轨迹 确认了狗屋进入了这条洞道后 我们再次踏起快步追逐的步 不知道走了多久我们终于发现了一个洞口 洞口从上透下几缕微弱的光亮 就在我们疑惑怎么上去时 老奶奶突然叫了我一声 小子你过来 一会你就踩着我的肩膀 我给你推上去 你盯着那几条缝扒开就能出去了 文言我一愣 哪有踩老奶奶攀牙的 但在奶奶的再三劝说下 我还是答应了 准备好一切后 狐小蛮递来仅剩的三张皇甫 万一外头那狗屋在洞口等着 可以留着防身用 突然长子齐横插一脚说道 要不我先上去 我可比你有劲 我也懒得和他争辩让他先上去 但就在长子齐刚到洞口的时候 他突然惨叫一声 整队人跌落了下来 外面好多鸟比鹰还大 疯了一般想要冲过来捉我 只见长子齐的手上多了一个拇指大的黑点 但奇怪的是 那黑点仿佛是在扩散 而此刻老奶奶的脸上多了些许阴沉 不知道正在想什么 突然一片沉默后老奶奶说道 那是镇鸟 狗屋已经离开这里了 但他召来了镇鸟守在外面 小子 快把那块布给我 镇鸟有剧毒连羽毛上都有 纹身我内心紧铃大作 难怪刚才长子齐手上的小黑点 看着根本不像是被灼的 而是像剑起的泥点子落在那似的 听奶奶的语气有些紧张 我不敢怠慢 莲芒将那灰布递了过去 见自己手上的黑点变成硬币般大小 长子齐脸上充满着 害怕浑身止不住的颤抖 我不会要死了吧 快救救我 眨眼间老奶奶就将灰布 撕成了一条条碎布条 绑在长子齐的手臂上 我胳膊麻了一点知觉都没有 是因为中毒的原因 还是被捆上导致的 长子齐对老奶奶问道 英气乃左近右出 幸好刚才丫头封了 你左臂的二度阴脉 能阻阴侵入破身 暂时你还死不了 但这胳膊能不能保住就难说了 说吧老奶奶便起身准备要做什么 胡小蛮来回 看着光凤和长子齐的胳膊说道 老奶奶的意思很明确 不能走这出去了得找别的路 恐怕是没有别的路了 就算有它现在也拖不得了 摆在面前的只有这一条死路 只有踏过死路才有生路 我冷静地在脑袋里翻越姑奶 给我留下的秘籍 片刻后我问老奶奶 这鸟是不是还有别的名字叫菊翁 浑身散着酸腐的气味 像死人腐烂后的味儿 老奶奶思索了一下才点点头 没错这鸟是活物 却有死亡的气味 那个屋身上亡灵的气味 天生就吸引这鸟 因此洞口才会有这么多 但此刻我们手里 已经没有东西可以用了 我大脑飞速运转 在东北屋术中若是没有法器 就只能从倒数方面来找缺陷了 突然我灵光大闪说道 道横浅薄的邪碎 一般都遭不住雷气 那真雷必定更能起作用 胡小蛮以为我要试用雷动 浮于是淡淡一声 可是我们没有福祉了 我摇了摇头道 不用 我是北斗星钢照命 我想试试引雷下来 胡小蛮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 他思考了好一会儿说道 你不是有零根吗 仙堂的人能感应零根 然后沿着感应寻过来 但前提是你得能动零根 这话让长子齐的脸上露出复杂的期待 而我被盯的小脸有点烫 我微微垂下了头来心虚的坦白 我现在还不会 这番来碧云山就是为了学这些 文生的两人纷纷收回自己期待的目光 但我不想放弃 直接在地上打坐了起来 嘴里念着北斗星钢照 紧接着一道惊雷从天而降 将那道风劈开了 剑撞我顿时一愣 糟了 外面还有阵鸟呢 话音刚落那些阵鸟就黑压压的向洞口冲来 就在我们准备逃跑之际 胡小蛮拿着剑从我面前闪过 一跃而起猛的刺向阵鸟 在连续砍死几只阵鸟后 胡小蛮跑到我身边推了一把 快 你先上去再想办法接我们上去 一旁的老奶奶健壮也对着我紧张地喊道 快点别犹豫了 再犹豫下去你们全死在这儿 看着越来越多的阵鸟我点了点头 踩着老奶奶的肩膀奋力一跳 等我到了外面没来得及享受久违的阳光 连忙找了块干枯的树干扔回洞里 没一会他们就都从洞里爬了出来 但迟迟不见老奶奶的身影 我连忙问道 奶奶人呢 她刚刚为了引开阵鸟不知道跑哪去了 闻言我连忙冲得洞口大喊 但这洞里安静的就像是没人似的 见状我们只好走到树边稍作休息 但奇怪的是这里的每棵树都被挖空了 等我认真一看 才发现这周围全是密密麻麻的老鼠干尸 见状我连忙问狐小蛮 鼠是灰仙 你们狐仙堂山脚下怎么会有这么多老鼠的干尸 狐小蛮闻声淡淡地说道 应该是鼠王 这所谓的鼠王不是字面意思的鼠王 而是几十只老鼠尾巴纠缠在一起 看起来就像是烽火轮一样 永远无法分开直到死亡 这是汲取怨气的邪术跟灰仙堂没关系 先走吧别节外生枝了 找个安全的地方等奶奶 闻言长子棋没好气地开口 估计他根本就没想出来呢 我们还是赶紧走吧 我还中着毒呢 你们要不走我可先走了 说吧就准备抬脚离开 见状狐小蛮一把抓住长子棋说道 先是在山洞里差点成了又你的奶粉 然后又是狗屋亡灵狗群的 紧接着又是镇鸟 现在这里遍地都是鼠王 这么邪乎的山洞 你觉得你独行走得出去吗 这鼠王是因为没东西吃才吃空了树干 遇到你这个活人能给你留全尸吗 闻声长子棋脸上露出一丝惊苦 赶忙把浮躁不安的嘴给闭上 我出于好奇凑过去低声问向胡小蛮 你以前见过鼠王吗 胡小蛮轻恩一声 然后抬眼清朗地腻着我 鼠王的黑死怨气 能助成精的动物结成腰单 当年就是找腰单的时候见过一次 说完他沉思了片刻后接着开口 其实我们该走了 再等下去不知道会等来什么 就当我们准备起身时 脚底下传来一阵突兀的笑声 胡小蛮拽起我就跑离原地 没出几步我们原本站着的地方瞬间炸开 随着笑声再次响起我猛的错误 室内狗头老玉的声音 紧接着狗头老玉从地底下蹦了出来 长子棋剑撞举着剑就向狗屋冲去 但此时的他竟然对着一棵大树乱砍一通 胡小蛮连忙提醒说 你中换树了肠 话音未落我们的脖子就像是被狠狠捏住一半 突然传来一阵窒息感 就在我绝望之际 我的后脑勺突然一凉 好像被什么黏糊糊的东西糊上了 等我回过神起身看向身后时 那个老奶奶正站在那恶狠狠地看着狗屋 而那狗屋则是瞇着眼冷笑地看向老奶奶 下一刹就突然发出刺耳的笑声消失在原地 只留下一团正在消散的浓烟 见暂时安全后老奶奶才吃惊地问我 你能看到他 我疑惑地点了点头 狗屋的身躯已经被你们烧毁了 他现在是游离的状态 按理说应该是看不见的才对 见到老奶奶胡小蛮连忙上前 奶奶我是胡仙堂的 您帮了我们 我想邀请您上山正式些答谢您 免了 你们赶紧离开这山谷吧 我还要去追狗屋 老奶奶回绝一声后便将目光投向我 小子跟我走吧 狗屋只是毁了剧破身阴魂还没死 我必须设法灭了他的阴魂 免得有无辜者在被他夺破 你小子脑子灵光兴许能帮上大忙 不行 不但我回应胡小蛮就断然替我拒绝了老奶奶 他是仙堂的人 他只能在仙堂待着 不能跟任何人走 这小子可不是吉祥物法 很招邪狐门到惦记 你们仙堂天性就傲 当真能容得下这种无是生非的小子 兴许是我将我的动摇写在了脸上 胡小蛮就像看穿了我的心思 这样吧 奶奶您跟我们一同上山 邪屋就是难以对付的存在 更何况现在狗屋修为身后 就凭我们根本杀不死 即便是灭了他一个破身 他随时能夺下一个 这需要从长计议 也好 老奶奶没有多想便点头硬下了 回想刚刚发生的一切 我对着老奶奶沉生道 您刚刚不会是故意不上来的吧 但老奶奶不出意料的也没搭理我 于是我又问道 您刚才久久不上来 是在拿我们当幼儿吗 想用我们三个引狗屋出来是吗 突然老奶奶破天荒的发出爽朗的笑声 紧接着说道 看你们人不大脑子可灵活的景 其实我就是想确认一点 狗屋有没有以破身离开山洞 这有什么不同吗 我紧着追问道 但老奶奶没有再回答 我只是自顾自地走着 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们终于走到了一扇大门前 突然一个老头迎了上来 看着狐小蛮和长子其语气 充满着急切说道 你们可算是回来了 今早的五仙巨首 你们竟然赶错了 说吧就领着我们到餐桌前 没吃几口耿奶奶 看着我意味深长地说道 小子 奶奶需要你帮忙 你愿意帮奶奶吗 我不假思索地点了点头说道 当然 您需要我做什么 狗屋的魂我尝试过无数次灭杀 结果都杀不死 我需要你以自己的命格 练一把自己的树气移命破命 耿奶奶话音刚落 门外就传来一阵很轻的脚步声 没意会一个很瘦小的老奶奶便走了进来 胡小蛮匆匆放下碗筷 起身恭恭敬敬地喊了一声姥姥 看胡小蛮的神情里满是恭敬 我也匆匆站起身来对老奶奶深深拘功 奶奶您 话音未落那老奶奶便开口道 叫姥姥 北斗 可还记得我是谁 我斗胆抬眸仔细看了一眼 她的脸便又垂下脑 见确实是见过的 只不过那会儿是我刚出生第一天 现在怎么可能还记得 我心想既然胡小蛮叫她姥姥 那她便是胡仙堂的现任堂主云台姥姥 您是小蛮的姥姥 往后我也叫您姥姥 我磕磕绊绊地说着话时 才不经意瞥见云台姥姥不是一个人过来 她身后还跟了个一身黑衣的女人 我见状连忙打了个招呼 阿姨您好 一身黑的中年女人听到我说话 也一副冷落冰山的模样 胡小蛮见状打破尴尬 你可以叫她黑妈妈 于是我点点头并恭敬道 黑妈妈 等晚饭后黑妈妈给我们安排了房间就走了 因为劳累我几乎是碰到床就睡着了 四日一早 我就被外头传来的杂乱声响唤醒 我匆匆穿衣推开屋舍的门 抬眼就瞧见很多人聚集在胡仙堂的后门 就在我疑惑发生了什么的时候 耿奶奶从身后走了出来 徐家小子 咱去瞧两眼 一番了解过后才知道 这些碧云村的村民每天早上起来都会发现 自家的窗户上都会破两个小洞 像是有不干净的东西在往里偷窥 但仙堂的人企图打发走他们开口道 堂主已经几十年不下山了 年轻一辈的没那能耐 有能耐的正在闭关没法下山 你们还是别胡思乱想了 我心里寻思要不我下山去瞧瞧 但耿奶奶拉着我就离开了人堆 估计心思都在狗屋身上 但没想到耿奶奶突然开口 去跟人打个招呼 然后咱就下山一趟 顺路的话再去那村子里瞧瞧 正当我准备向云台姥姥请示时 只见胡小蛮就跪在正堂的正中央 云台姥姥则坐在一侧的主位上 闭目仰神般闭着眼睛 就在我不知道怎么打招呼时 云台姥姥缓缓睁开眼轻飘飘地投向我 我吞了吞口水多胆问寻道 小蛮她为什么跪着 这是堂规 不可大不尽 胆胆缺席巨手艳鼠冒犯长辈 半堂规要罚四过三日 我看着恭敬跪着的胡小蛮 刚要再说些什么 身后就传来一串脚步声 是那个黑妈妈压着长子棋 让她一同跪下 更凭长子棋怎么叫唤 但都无法挣脱黑妈妈的威丫 见状我连忙开口 他们是因为我才被连累的 姥姥您要罚就罚我吧 如果不是我 他们根本不会缺席 小蛮的任务就是保护你 顺利来碧云山参加巨手艳 现在没有完成任务 就该堂规处置 那您要是处罚她的话 就连我也一起也罚吧 因为是是我引出来的 本以为这义正言辞能救下他们 但没想到云台姥姥话语中 突然透露出一丝痕 当然要罚了 你们不是看到蜀王了吗 你去收拾干净再回来 不然你就没资格入堂 一会小蛮会和你去 说吧就静止走到耿奶奶面前 仿佛像相识很久似的说道 后生去做后生的事 你就留在这些几日 云台堂主 可能容这小子练了命格竖气在下山 我需要借你的人用用 你避云山山谷藏了只狗屋 我非出不可 云台姥姥突然一反常态 随和又慈祥的老太太 似的叹气一声 而耿奶奶自来熟视的开口 那就当你同意接人了 说完就伸手扯着 我的胳膊离开这正堂 走出正堂后 耿奶奶对着我们说道 直接下村子里先瞧瞧吧 顺便瞧瞧那村子里 有没有什么误解 能给你拿来暂时 当竖气用用的 文言我一阵我迟疑 要用命格练的竖气 怎么可能会在村子里 又不是只练一件 你要练的竖气多了去 话语间我们就走到了 碧云山的后山 那群山脚上来的村民 大多都已经散去 只剩一个看起来 很年轻的男人 见状我连忙上前询问道 小哥 你咋还不回村 年轻男人听到有人搭理他 瞬间激动了起来 他立刻就昂起头目光 炯炯急切地说道 大仙儿我是想问问别的 我和大家的情况不一样 我儿子今年才五岁 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 每天晚上都嗷嗷大哭 嘴里还似有似无地 说着什么非常反常 我不敢跟村民说 怕他们把我儿子当邪随看 医院也去看过了 啥毛病都没有 你的意思是 你怀疑这两件事有关联 胡小蛮文言 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关键是我儿子 以前就好好的 自从上个月 村里人来说窗户什么的之后 我儿子就开始 隔三差五的犯病 最近这半个月 越来越严重 每天晚上都这样 我都快被折腾死了 男人的话音 也带着满满的无奈和焦虑 同时还不断地 伴随着沉重的叹息 突然一旁的耿奶奶开口 我现在就去看看 你们跟不跟来随你们 见状我们也跟着上去 一路上我们了解到 这男人叫张远 他孩子开始反常 是随着村里怪事一块发生的 夜里哭得不停 太阳一出来 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 我心中猜想 这孩子肯定是晚上 被斜碎上身了 没走一会 长子齐突然开口 歇会吧 自从那天回来 我就总觉得累 文言耿奶奶说道 你觉得疲乏是 阴中了狗屋的幻术 在期间被窃走了不少阳气 加上本身那山谷旧基因 对你们也先具有压制的作用 你要是觉得身体撑不住的话 下山找个地方休息几天就能好了 听完长子齐 嗡了一声便接着问道 耿奶 你跟那狗东西是什么关系啊 看你很想弄死他 耿奶奶听完叹了生气说道 是同道也是血清 但是同归书图罢了 突然耿奶奶的脸色黯淡了下来 那狗无本是我表妹 当年他们家太穷来投奔我 恰逢那会儿我刚成亲 家里头好歹有点家底 家里人看着可怜 再加上是血清便就流了下来 有一次他在山里走丢了 等他回来的时候 手里头还拎着不少大鱼肉 后来我才知道 他那时是跟着萨满巫师走了几天 只要跟着就有口饭吃 还能学些能耐 却不知道自己做下了些伤天害理的事 在接着他既成了衣钵 也成了巫师之后 做起事来愈发不择手段 惹了众怒被逐出东北 他为了向那些人复仇 练就了夺破的本事 走外魔邪道久了的代价 就是变得像狗 为了维持个人样 他又想练一副金刚不坏的身躯 所以为此又造了不少孽 毕竟当时是我带着他的 我要是不带着他 他就不会走上这条道 我已经追杀他几十年了 可惜我入门道的时间比他短 而且正道走得比邪道艰难 加上他已经没了人性 我就只能一直跟着他 能拦着就拦着 要是实在拦不住的就只能看着 闻言胡想瞒看向耿奶奶 耿老您刚才提到您承过亲 那您的丈夫呢 突然耿奶奶的话里多了些哽咽 被他生生夺走了破 不然我也不至于这么恨 还追了他这么几十年 且这个无休为生后根本杀不死 所以才要你练命格竖起 不知道能不能杀死 但起码能有点用 说完耿奶奶缓缓起身 准备继续赶路下山了 长子齐顺着话茬说道 你们先去碧云村吧 我的金剑得重新锻造 你们在村里等我三天内过来 跟你们会合 长子齐说爸便摆了白手道 别转身离去 没一会我们就到了碧云村 可当我们刚进村就有人大喊 都快去后山水塘 张老头被什么东西吓晕过去了 见状我对着张远说道 可能跟你儿子有关咱也去看看 结果张远一把拽住了我 并神色为难地摇了摇头 可不幸有啥晦气热闹 跟我儿子有关 你们去瞧瞧我就不去了 可甭听你们是跟我过来的 你儿子呢 我思索一通后问道 张远低着头回答我说 在家呢 平时我也不给他出门 就在我犹豫是先去他家 还是先去后山水塘凑热闹时 胡小蛮率先说了一声 先去你们家看看你儿子吧 不一会我们就到张远家 只见他们家的窗上 都有着一个像手指戳开的洞 突然我忽然意识到 想要从这个洞里往里看 似乎要弯着腰 但斜碎应该不会这样 难道是这斜碎很矮 我又走到另一间卧房 眼睛贴着圆洞往里头瞄 里头躺在床上午睡的小男孩 正面无表情地直勾勾看着我 但我并没有挪开视线 和那小男孩对视了好一会儿 他才转过身子侧躺过去 张远在我旁边 特意压着嗓音说道 我儿子晚上闹得很 所以白天得睡觉 不然脸色会比现在更苍白 可这孩子胆子大的 有点让我出乎意料 等我们回到堂屋后 耿奶奶开口道 这孩子太虚弱了 没等耿奶奶说完 张远就神色匆忙地跑进屋 出大事了 水塘上飘着两具无头尸体 一听出人命了 我们赶忙跟着张远去了后山 等我们到的时候 水塘边围着二十多个人 个个的脸色都很惊慌 而远处的水塘正中央 正飘着两个黑色的东西 一旁的岸上 还导着个奄奄一息的老头 嘴里怪异的呢喃着什么 见状胡小蛮 对无头苍蝇式的村民们问头 村里少人了吗 在场的村民面面相去 互相问询都只是摇了摇头 这后山偏僻 平时除了小子丫头会过来玩耍 大人几乎不来后山 就在村民话音刚落时 耿奶奶大喊一句 狗屋刚刚出现了 快追 说吧就转身跑了起来 直到我们追着来到 后山的半山腰上 耿奶奶站在一处空地处左右张望 我也试着捕捉可能的气息 但什么都没有 碧云村在碧云山的山脚东边 那个巨鹰山谷在西边 两边虽然直线距离很近 但实际上挺远的 应该不会是那狗屋吧 但耿奶奶心无旁骛般站定在原地 不一会儿她转头向我走来 同时还递了根不知哪摸来的枯树枝给我 小子 这树枝是被雷劈下来的雷击枝 比护身符什么的更管呢 我不能把狗屋根丢了 村里的事也紧急 那玩身上阳气稀薄 不好生处置可能会出大事 咱就在这分头走吧 过些日子我再来碧云山找你 还要村里那两句尸首 怕是死了几十年了 你好生处理就当锻炼自己了 没一会儿耿奶奶的身影 便消失在我的视线之内 文言我忽然意识到了什么 于是赶忙叫上胡小蛮朝水塘折返 路上胡小蛮突然开口道 村里人肯定知道什么 但是没有说出来 什么意思 我一脸疑惑地反问着 胡小蛮稍稍组织语言后开口 窗户被捅破的洞都很低暗 我怀疑村里的部分人 在保守着什么共同的秘密 他们看到了什么 却选择不说出来 只要找到真相 村里的事就能揭开迷雾 张家那小子或许也就好了 等回到水塘边时 第一个看到尸体的老头 正在被颤颤巍巍地掺走 我走上前一步拦住他们的去路 大爷您不能走 我有问题要问你 你必须如实回答 但搀扶老头的男人脸色 不耐地呵斥我 别挡道 张大爷是哑巴 你想问他也答不了你 见状胡小蛮也走了过来 他看着张老头语气平和地说道 张大爷我就问您几个问题 您点头或者摇头就行 然而张大爷就跟很为难似的 眼神写满惶恐脑袋 都要垂到地底下去 张老头这副样子让我不禁怀疑 他真的在隐瞒什么事情 而且还想把事情隐瞒着 直到带进棺材里头去 突然本来还安安静静的张大爷 嘴里无理哇啦地怪叫着 刚才的虚弱顿然全无 他手脚并用挣脱青年的束缚 一把推开胡小蛮 像疯了似的娃娃怪叫着往村道重去 胡小蛮见状沉声说道 看来我的推测应该八九不离十了 若是今天不破网后还得出人命 文言报复两个字缓缓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就在他们准备捞上尸体的时候 一具尸体忽然沉入了水底 掀起了一阵巨大的水花直拍向岸边 突然水塘小船上捞尸的两个人大叫了起来 接着摔进了水里 为了确定这尸体是不是活的 我要来了一把刀直接跳入水中 但奇怪的是 那尸体的脖子处是被整齐切断的 身上的衣物也仿佛是新的没被泡烂 见状我向下一前 直接那沉下去的尸体就在水下一两米的地方 两具尸体之间还捆着一条绳子 我才反应过来 原来是这个斜碎想要挣脱束缚从而逃跑 于是我拿着雷击只想斜碎游去 果然水中的那具尸体猛地挣扎起来 见状我死死拽住绳子 但那斜碎的力量实在太大将我甩了冲去 紧接着我就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按在了水里 很快就昏迷了过去 等我再醒来的时候 我躺在了张远子的儿床上 迎面而来的就是胡小蛮的训斥 没本事就别硬上你以为警察抓小偷吗 追上就能抓住吗 等胡小蛮出去后 张家小子站在房间里直勾勾地盯着我 那眼神中似乎带着些怨恨 我总觉得这小子怪怪的 他身上透着的感觉不像是一个只有四五岁的小孩 等我恢复后来到张远隔壁家问他 大爷 我是碧云山来的 请问以前村里有发生过什么怪事吗 面对我的温化眼前的大爷意味深长的开口 咱村一直风平浪静的 也就最近这大半年 出了窗子被捅破这档子怪事 从前还真没有啥能让人记得的 文言胡小蛮连忙说道 大爷 麻烦您现在把这破了的窗子给换块新玻璃 咱俩今晚就守在您家丁尼 瞧瞧这鞋碎是怎么个手法 可奇怪的是大爷听完我们的想法后 摆了摆手将我们赶了出来 随后我们又去了几户人家 无一例外都将我们赶了出来 但这一举动更让我们坚信了这个村子 一定有个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就在我们到张大爷家时 里面突然传来一声怒吼 紧接着就是噼里啪啦的砸东西的声音 文声我一脚将大门踹开冲了进去 只见张大爷就跟中了些事的 整个人像只狗一样四肢跪撑在地 嘴里怪异的大声叫嚷的同时 四肢以极快的速度爬行着去攻击周围的人 我下意识地从口袋里掏出雷基木 毫不犹豫地朝张大爷砸去 但结果雷基木尽一点作用都没有 砸中张大爷额头的雷基木 无声地跌落在地面 却换来张大爷胸向壁露的脸直直冲向我 就在张大爷将注意力投到我身上的同时 胡想瞒一脚踹飞了张大爷 瞬间让他失去了攻击的能力 等控制住张大爷他儿子才跑出来告诉我们 张大爷患有精神分裂 文声我才反应过来 怪不得雷基之没有用是我多一了 见天色一晚我们只好在张远家借助一晚 夜里梦中我被一阵嘻嘻嘻嘻的声音吵醒 紧接着一股腐臭的味道萦绕在房间中 我偷偷从被窝里探出头只见周围空荡荡 但突然那雷基之凭空闪了一下蓝光 那是雷基之击打斜碎的迹象 紧接着胡想瞒就突然坐了起来 眼神狠立地看向门外 此时张远睡意浓浓的慵懒声音传来 媳妇你起夜咋个把脸给蹭脏了 小号睡了吗 睡迷糊不知道磕哪了 小号睡得挺安稳 估计是村里来了外来人 今儿鞋碎不敢闹可算能安生一夜了 随着他们夫妻俩回屋 周围鞋碎的臭味也消失了 等安静后胡想瞒起身站了起来 见状我疑惑地问道 这二半夜的你要去哪 你刚才没看到张嫂被你的雷基木攻击了 问题很可能就在他身上 文言我也连忙起身站了起来 我们来到窗户的洞前看向张远夫妻的房间 就在我们以为一切都很平静的时候 胡想瞒突然轻声喊了句 别走 有情况 快用皇甫点火照明 文言我立刻照着胡小蛮的模样在手中刻画起来 胡小蛮接过符纸送进窗里 随着砰的一声张远的卧室瞬间亮起 只见隔着窗户我们面前就站着一个冰冷灰白的女人 不知直勾勾地看着我们多久了 我下意识地赶忙后退两步 并想抓住胡小蛮的手臂就要跑 然而胡小蛮不知何时以左手拿着雷基木 毫不留情地将玻璃窗砸了粉碎 并禁止朝那张女人脸凌厉挥去 张远 你快出来 趁着胡小蛮正在正面招呼邪碎 我赶忙一脚踹烂窗子跃进房里 而张远就像一根木头似的 直愣愣地躺在床上瞪大着眼睛 不知道是被突兀亮起的幽兰火光惊着了 还是被他老婆吓成了这样 等张远回过神来几乎是连滚带爬地从门爬了出去 回过头来 胡小蛮干净利落地将第二张雷洞扶附在手中 直奔张嫂而去就像制服僵尸一般 就在浮与她的脸触碰到的瞬间 张嫂立刻啪啪啪地炸裂开来 一阵诡异刺耳的哀嚎过后 张嫂一动不动地摊在地 过了一会刚刚夺门而逃的张远 才又再次回到房间试探性地叫了张嫂两声 闻声的张嫂这才渐渐恢复正常脸色 并缓缓睁开眼撑着坐起身来 她看到自己躺在地上我们还站在一旁 她疑惑地望着我们 我刚要告诉她发生了什么 胡小蛮却率先开枪看向张远 你隐瞒了什么没告诉我们 但说不说随你说了才能处置 不说的话我们还是离开比较好 她说爸便朝我示意了一个离开的眼神 就在我们刚迈了两波 张远果然急了言语中带着万般焦虑 我说我说 我家死过人 胡小蛮利索地接过话 我知道 我指的不是你爸而是别人 劝你最好还是说实话 见状张远安抚好张嫂又把小号交给他后 示意我到外边说 直到一片麦田前张远才放心地停下脚步开口 我爸当年四十来岁了都还没娶媳妇 骗了个二十来岁的傻子当我妈 生了我之后就开始神志不清像个疯子似的 在我一岁的时候他就跑不见了 而村子里的这一切也都是因为我妈 文言我问到这些都是谁告诉你的 那个哑巴张大爷 以前他不哑的不知道怎么的就哑了 听完胡小蛮就说道 你的事有点棘手 不是我们能处理的改天再请别人来吧 赶紧回去吧 别忘了你媳妇刚刚发生了啥 你儿子还是他带着的 文言张远迟疑了一下 连忙慌张地跑了回去 见状我上前问道 不会是要回避云山吧 这事还没完呢 而且我们还得跟耿奶奶会合 这事我不想管 他们家出了什么事 是他们就有自取的 拐天被迫生子最后人死在哪儿都没人知道 这种人管他们做什么 帮张远其实也是在帮他 如果现在入土为安还来得及的话 可能就不会再出别的事 我试探着提了一嘴 但胡小蛮摇了摇头说道 我总觉得还有奇怪的地方 就是一时想不起来 你有没有闻到更奇怪的味道 文言脑海中回忆着一整天发生过的事 总感觉哪里不对劲 水塘边没有邪碎的气味 张远家也没有 就连小号已经邪乎了一个多月都没有 可刚才被胡小蛮驱逐的邪碎却有气味 是不是你的第六感感觉到了什么 就是因为没感觉才觉得反常 刚才上身张嫂的那个邪碎 感觉就像是个钓鱼段 话语间我跟着胡小蛮 静止来到了张氏宗慈前 但奇怪的是 宗慈的木门关得严严实实 但站在门口我若有若无的感觉到 这宗慈有股清新的气息 有点像正气的味 因此我对胡小蛮脱口而出的问道 难道这里有地先能问话 胡小蛮没有回应 我只是试探着推了推门 但门是从里面被拴上了 说明里面有人 见状我立刻警惕着宗慈里头 害怕这里头的东西 又是我们的对立面 见状胡小蛮淡淡地宽慰我说道 别这么紧张 这周围的气息应该是耿奶奶 我半信半疑地敲响了房门 耿奶奶是你在里面吗 我是徐北斗 话音刚落门就从里面被打开 来人竟然真的是耿奶奶 但眼前的他此时铁青着这张脸 给我吓了一跳 见状我赶忙上前扶着他 往宗慈的正堂走 奶奶您是被谁打伤啊 但他此刻虚弱地连话都说不出来 静止地躺在了一旁的床上 胡小蛮也不多问什么 查看了耿奶奶的伤势后 从他的包里摸出一只金色叉子 只听胡小蛮念念有词了一会 金叉流光斑掠过一道金光流向奶奶 没过多久耿奶奶 突然长舒了口气 久安详地睡下了 我不禁疑惑又好奇地问道 这是什么竖起 这是三清脑 仙堂里用于疗伤冲通经脉的法宝 就这样我们在宗慈里凑合了一晚 等到第二天一早 宗慈外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 打听后才知道 那哑巴的张大爷昨天夜里死了 昨天才发现的尸体今天就没了 我感觉事情绝对没有那么简单 我连忙回到宗慈叫醒胡小蛮 村里又出人命了 昨天那个张大爷死了 我们不能走 这村里绝对有什么怪东西 就在我们到张大爷家时 一个奇怪的大婶拽住了我们 压着嗓子神秘兮兮的开口 昨天夜里村里有好几个人 瞧见脏东西了 是个红衣女人 还牵着个小孩往水潭里走 一眨眼的功夫就消失了 等我们来到水潭边的时候 张远的儿子张小浩 站在树边阴狠狠地笑着 见状胡小蛮低声对我吩咐道 小浩要是不跑你控制住他 我要去张远家看看 他们家一定有问题 现在的小浩跟昨天就像两个人似的 我怀疑小浩是被寄生魂侵破了 文言我有些诧异 寄生魂又是什么 寄生魂是指没能出生的婴儿鬼魂 因为他们没能活着出生 所以对此有着极强执念 虽然这些婴魂没有害人的能力 但往往这些婴魂的母亲 会想尽一切办法让他们寄生活下去 所以就成了寄生魂 但寄生魂在寄生前 为了不进入轮回都会种下根基 而这根基一定是在张远家 那刘梅死的时候肯定已经怀有身孕 那个没能诞生的孩子 估计就寄生在小浩身上 但是刘梅想让这个没能诞生的孩子活下去 又想让我们知道他的事情为他申冤 所以才有了现在的这些事情 这个刘梅也是个聪明的邪随 他估计也能猜到我们 接下来会去毁了他种的根基 肯定在张远家等着我们过去 说罢胡小蛮就掏出三青挠 想张小浩扔去 而他似乎并不将 朝他坠来的三青挠放在眼里 姿态明显有些慢悠悠的褪比 手臂上还爆出了青筋 但张小浩却低估了胡小蛮的能力 就在他轻松躲过三青挠的第一次后 胡小蛮竟操控着三青挠回身扎了过去 一眨眼的功夫张小浩 就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按在了原地 见状胡小蛮连忙吩咐道 你快封了他的右路经脉 让这阴魂暂时无法离体 就在我们准备前往张远家时 周围刮起了一阵强劲的阴风 接踵而知的是一股淡淡的斜碎气息 突然一抹红影迅速从我们面前飘过 没等我们找到那红影的去向 张嫂就一边呼喊着小浩的名字 一边往我们这走来 等走近些他瞧见张小浩被按在地上 手腕还躺着起 他脸上的焦虑顿时变成惊吓 你们干什么呢 突然张小浩吓坏了般嗷嗷的哭 妈快救我好疼啊 一时间我分不清这是阴魂在演戏 还是真的张小浩在因为害怕而哭 但奇怪的是张嫂匆忙跑来 劲爆着块石头大吼 突然胡小蛮说道 我刚刚用了换术 赶紧带着小浩往宗祠那跑 就在我们跑到宗祠时 发现耿奶奶拖着受伤的身子摆了个万阵 那抹红色的身影再次出现 肯力地向我们冲来 就在此时那万阵发出一阵金光 紧接着那抹红色的身影就被金光吸了进去 见状耿奶奶长舒了口气淡淡笑了声说道 本是想致万阵网预防一下 结果被你小子赶上了 就在此时原本还一副瑟瑟发抖不停哭的张小浩 看到红影被压制在万阵内瞬间变了个人似的 嘴里不停发出凄厉且怪异的鬼叫 脸上的表情也渐渐争鸣了起来 你们要怎么处置这邪碎 耿奶奶并没有直接了断被困住的邪碎 而是这么对我和胡小蛮问道 直接灭了 胡小蛮冷冷地说了一句 文言我连忙说道 虽然这个张小浩不是真的 但毕竟是个孩子 能不能把阴魂也困住 然后把小浩送回去 胡小蛮话音轻快又利落地对耿奶奶说道 耿奶奶 能否把这阴魂也付了 这小孩得尽快送走 不然一会他家人找来不好解释 但没等耿奶奶回应 张小浩忽然身子一软如意 贪妮式地留着瘫软在了地上 我跟胡小蛮都乱了一下理 急救意识到了阴魂 趁我们的一秒疏忽趁机离破了 紧接着附身在一个花盆上四处横冲直撞 见状耿奶奶就像在斗猫似的 小东西你今天可跑不了了 此时万镇里的东西终于开口 你们要是杀不死我 我一定让你们给我的尸身陪葬 也许是因为耿奶奶在身边 我直接无视了她的威胁问道 你就是刘梅吧 是谁将你沉堂的 此刻她已然没了威胁跪在地上说道 我死得好惨 当年我被强制留在这村里 还把我关在臭气熏天的汗册里 每天对我飞人般的虐待 后来我被老张盯上 强迫我怀孕了之后 老张怀疑我和别人鬼混过 整天动不动地打我 直到小远出生后的第二天 路过我家的一个光棍 趁家里没人冲进来把我拖走 后来被老张发现的时候 她以为我给她戴绿帽子 就对我毒打一顿 还将我送给村里其他光棍 最后还为了不丢人 直接用石头给我沉堂了 死的时候我肚子里还有个孩子 话没说完她就抽气了起来 嘴里还不断地重复着 求求你们灭了我吧 我真的受够了 文言胡小蛮冷笑一声说道 那些被你害了命的人失手何在 说了之后我就成全你 文言我瞄了一眼附身 在花盆上的张小昊 但奇怪的是 她居然一点动静没有 我下意识地担心阴魂趁机逃了 于是我快步走过去 刚要拿起花盆 胡小蛮就立声呵斥了一声 别拿开 拿开的话里头的阴魂会顿走 但不管我怎么敲击 她都一点反应没有 我连忙看向耿奶奶问道 奶奶 这阴魂难道是已经逃了吗 文声的耿奶奶 跟我一样露出迷惑的眼神 不可能 万镇没有出口 除非她本就没被困住 突然流霉的声音越发痛苦了起来 紧接着周围像进入了幻境一般 只见我们站在一个陌生的宗慈前 正堂上排满了适者的排位 奇怪的是里面一个人都没有 但香岸上的香火却很旺盛 来不及多想我们连忙向外跑 等再次回头时 只见宗慈周围竟然起诡异的火光 见状耿奶奶缓缓说道 咱们现在看到的是几十年前发生的事 这宗慈曾经被一把火烧了个干净 所以现在的宗慈里没有供奉排位 而且这把火来者不善你们想错方向了 没等耿奶奶接着说我就率先说道 我已经知道我们想错什么了 按照惯性母亲天然爱自己的孩子 所以我们一开始以为 刘梅是为了帮自己的亲骨肉 修炼成阴魂才存在的 实际上应该是阴魂的执念 导致刘梅死了也只能当一缕孤魂野鬼被其操控 杀过人的邪碎就算能耐滔天 也将彻底失去真正化形为人的可能 所以阴魂需要刘梅替她杀人 文言胡小蛮也才恍然大悟 原来竟用错对象了 说吧我们就向村子里走去准备寻找那阴魂 等快到村口时 我们才发现整个村子竟然都烧了起来 可诡异的是村子里竟然一个人都没有 周围还飘荡着刘梅空灵的声音 你们当初让我活在折磨里 我要亲眼看着你们活活被困死在这里 随即村子里就传来人们惨叫 剑撞我连忙跑进村子里想要救他们 但奇怪的是 明明很空旷的路我却像突然被什么东西撞击一本 整个人瞬间昏了过去 等我再次睁眼的时候 我站在一个漆黑的空间里 刘梅此刻就站在我面前 剑撞我开口说道 我送你回家乡入土为安行吗 虽然他们曾经犯下过十恶不赦的罪命 但不能因为愤怒就让整个村子的人陪葬了 但他却是满脸的愤怒 村里那些畜生只知道顾忌自己的私欲 就可以肆意折磨我吗 我就是要拉着他们一起死一起为我陪葬 你没有疯你是被他们逼疯了别 话音未落他就从我眼前消失 紧接着周围响起了小孩诡异的声音 就在我奋力睁开眼后 只见那英灵的脸出现在我面前 正咧着嘴朝我咯咯咯笑